今天台股一度破底下跌了88点 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想出清自己手上的持股 结果呢盘中却出现了奇迹的大拉回 涨幅超过100点 最后尾盘收盘上涨了58点 这究竟是一个破底翻的打底讯号呢 还是说只是一个逃命波 实际上股市已经出现了三大转折的讯号 究竟是哪三大转折讯号呢 另外今天盘面上AI股也是可以说是全面性的上涨 我们的围影涨停了 广达技嘉伟创也是全面上涨超过3%以上 这些旧旧的AI股到底该买还是该卖呢 现在的盘是该如何操作 你也需要勇气吗 今天节目我给你 BOCO BROCO O 可 本来 的 本来 还有 PROCO O BROCO 不许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志 不是何吉鼎 超过二十名的投资经验 翻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操盤手 我想今天的盤師很精彩 盤中一度是破底大跌 跌到當所有人都沒有信心的時候 沒想到盤中卻出現了一個奇蹟式的大拉回 那其實這就像我們平常常常講的一樣 你會發現當市場越多人恐慌的時候 所有人都只想賣出他的股票 當這些想賣的人 該賣的人 不該賣的人 全部都賣出他手上持股的時候 你覺得股票還會再往下跌嗎 他不會 他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賣壓了 股票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一個買賣啊 買賣啊 沒有人賣 他怎麼會跌呢 所以啊今天啊 你不要說今天 這幾天啊 我認為最最最最代表我想跟大家講的一個東西 盤式的東西就是什麼 這個 你說安全帽 其實我是找不到鋼盔啊 我是很想拿一個鋼盔出來啊 這是鋼盔啊 沒有辦法買不到啦 所以我才特別跟同事借用了這個安全帽 跟大家分享說 現在的行情啊 你就是要戴著鋼盔 我昨天為尾盤的時候 我就特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知道 昨天大家晚上看到台股 不是台股 看到美股啊 持續往下破底 大家一定很擔心 我再次分享我最近跟大家講的最大重點是什麼 台股就是一個 要死不活盤啊 你覺得他要崩的 他就漲給你看 今天 今天盤中 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要崩了 但是你覺得他要崩了 你把他賣掉 你把所有的股票賣光光 盤中是不是就急拉超過100點 所以 再次證明我們跟大家講的 台股現在就是一個 要死不活盤 你覺得他要崩的 他就漲給你看 所以你現在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戴上頭盔 勇敢給他反心理操作 什麼勇敢給他反心理操作 你看 人家在跟你講什麼負合底啊 好不好 區間震盪啊 由我跟大家分享的 要死不活這個口訣好用嗎 要死不活其實他背後反映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 反心理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你看一下 我這上次跟大家講的 你就是要逢低不去買好股 反心理操作 什麼叫反心理操作 就是當大家在恐慌的時候 有沒有 你要勇敢買進 當大家很貪婪的想要追股票的時候 觀望 觀望 我有沒有唱勇氣給你聽啊 我們昨天唱了 好多變了 一直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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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到我那個導播錄影都受不了了 我不知道唱了幾百遍了吧 喉嚨都快沙啞了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我唱歌唱成這樣 還敢唱出來 我多麼的有勇氣啊 那這些勇氣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點我們是來操盤的 不是來唱歌 不是來表演的 好嗎 好 所以我們勇氣 我們有勇氣進場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今天進場 我們最近進場的股票 紅寶今天進場 紅寶今天進場 今天漲停 有沒有漂亮 今天紅寶是不是直接漲停 我們什麼時候進場 我們今天什麼時候進場來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10月24號 10點19分 紅寶116進場 我還說買進的價位不要超過117 我知道有些會員朋友會猶豫 但是其實我還是下達一個什麼 試駕進場 試駕進場 然後呢 大家看一下 10點19分 10點19分在哪裡 10點19分是不是大概在這裡 買完沒多久 就噴上去漲停 噴上去漲停 然後呢 你來不及買 就變成要排隊 變成要排隊 那我知道 大家都會很恐慌 因為呢 這樣股票 你怎麼看 如果只看 就是外資投信 法人買賣潮 你會發現 三大法人都是一路一路的在賣潮 那我就跟大家講 你法人賣潮不是要 你看籌碼不是看法人賣潮就不能買 法人賣潮他未來會買回來 他未來買回來 就成為我們進場上漲的動能的養分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今天進場 今天就斷漲停 有沒有跟大家反市場 大家都不敢買 今天盤中破底下跌了88點 我們一路在買股票 這就是我講的啊 當你在覺得很恐慌的時候 我來幫你貪婪 紅寶是不是就最好的證明 今天漲停 有較勁嗎 但是紅寶是我第一天跟大家分享嗎 其實說真的這紅寶 我也不是第一天跟大家分享 紅寶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上一次 上次呢我們在10月13號跟大家講說 有一檔股票叫做蠻牛 這檔股票快要噴出了 這邊呢區間震盪就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這檔蠻牛呢是車用相關類股呢 就是紅寶 有沒有看到紅寶 打開來看就是紅寶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是不是打開來看就是紅寶 其實我們早就進場布局了 今天是加碼 那你說你從產業面來看的話 紅寶 他做工業電腦 他其實已經切入了充電樁的供應鏈 已經國際車廠都打進去了 所以他走勢非常強勢 那我們佈局呢沒多久 看一下我們有沒有進場做佈局 我們幫大家看了營收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還跟大家講 他的美股盈餘也表現得不錯 我說要同期比較嘛 去年第一季 應該說去年第一季在這 今年第一季在這 也沒有成長 雖然說你看起來好像在下滑 但實際上 是成長的 因為你要同期去做比較 去年第一季在這 今年第一季在這 也沒有成長 今年第二季在這 去年第二季在這 也沒有成長 所以他是一個有成長性的公司 那我們有沒有較勁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較勁之外 我們那天10月13號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10月12號 就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紅寶進場買進126塊 買進的價位 不要超過127 來10月13號呢 繼續 回去我節目說到做到 我有講 我就是有買 有沒有126 繼續進場 買進 所以這一檔 蠻牛 是不是就這一檔 紅寶 有沒有對上 有沒有一模一樣 是不是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啊 那看一下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 你看分時圖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 漲停的話 你看一下 今天的K線圖的話 今天漲停一根 是不是很漂亮 我們在什麼時候進場 我們是不是這一邊 跟大家講說 要進場佈局 進場佈局 蠻牛嘛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一樣 這邊 進場佈局 是不是買在這邊 今天是不是賺漲停 那你會跟我講說 老師 這好像沒什麼賺欸 你買在 這邊 你買在這邊 125 126 今天也才124 你還倒賠錢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就要回到這一天 其實是一個儲全息 他既配現金 又配股息 所以如果說 紅寶還原全值的話 其實早就已經再創新高了 這張股票 我們既賺配息 又賺價差 雙賺 這就是雙賺 我們這邊進場去佈局 還原全值 今天不是全都賺了嗎 是不是這一檔蠻牛 蠻牛 對不對 有沒有今天還在較勁 今天較勁又直接 今天較勁又 再賺一根 而且幫大家看了什麼 基本面 基本面 營收 獲利 都幫大家看清楚了 那技術面的部分 當然 當然我們是什麼 震盪不跌 進場去做買進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怎樣 基本面 技術面 跟產業面 你要面面俱到 你要面面俱到 你才能找到像這一種 很標的標股 漲停一根 對吧 最近很多老師 蓋牌 我知道很多老師現在 蓋牌的股票 都開不出來 都開不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最近行情很差 他們選的股票 都打不開了 那你看我們呢 蓋一檔 又開一檔了 開一檔 有沒有紅寶 今天又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現在台股啊 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逢低布局 買好股 不要亂買股票 不要覺得 低低的買 買黑買黑 買黑你 投資的股票 就一定會漲嗎 投資股票 重點是什麼 你要選好股 買不跌 才是重點 好所以呢 你看紅寶 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我當然知道 現在這行情啊 大家都 很沒有信心啊 所以我昨天不是又跟大家講 我知道很沒梗 我知道很沒梗 但是 勇氣 是我送給大家 最近 我認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我 我就是嘛 要不要再唱一次 我那麼有勇氣 破音都唱給大家聽 我相信就可以給大家 很多的印象 要有勇氣對吧 所以我再唱一次好了 你看都走音了 最怕你突然說要放棄 好像還是走音 好啦 投資真的也需要勇氣啊 你才能面對市場上很多很多的利孔 就像今天有沒有 昨天有沒有 收盤價又收心低了 如果光看技術現行 跟你分析的老師 就會跟你講 這邊可能會往下跌 你就 就看技術面都是這樣的 對吧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從 什麼時候 大家看一下 9月11號 9月11號 我就跟大家分享 台股就是一個區間震盪 你要操作這種區間震盪 要怎麼操作 口訣就是要死不活 當你覺得他要崩的時候 他就會噴給你看 當你覺得他要噴的時候 他就會跌給你看 你看我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 證明給大家看 都是這樣子 9月6號 又長起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KD指標在高點 果然或許是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呢 好像要跌破前滴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要崩盤了 這如果說 一般只看技術分析的老師就跟你講說 這叫做 A B C Calc A B C Calc 啊我跟你講說區間震盪 你覺得要崩了他就漲給你看 果然你覺得要崩了他就漲給你看 而且一漲呢 還漲突破前滴的高點 這時候你會發現 看著技術分析的老師 看漲跟你說漲的老師 又在跟你講說要噴啊 那只有我 只有我 好像股世界的烏鴉一樣 我跟你講 要小心 你覺得要噴了他就會往下修正 果然9月15號噴出之後 他就往下修正 一修 啊不是修那個一點點啊 一修就是修到你覺得 就是要崩盤了 你知道嗎 9月21號大家就覺得要崩盤了吧 問題是從9月21號破底開始 有持續的往下再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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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嗎 這好像有沒有一首歌啊 好沒有啊 沒有一直在往下破啊 對不對 那他後續呢還是長起來了 那這是不是在證明我跟大家分享的 鑰匙不活盤 鑰匙不活盤的意思就是 你覺得他要噴了 他就跌給你看 然後你覺得呢 他要跌了 他就漲給你看 最近的行情是不是都是這樣 好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早上 早上的盤錢的賺報 我也跟大家分享 早上10月24號 我就跟大家講 台股還是一個區間震盪 今天早上啊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 我說區間震盪盤 你啊一定要逢低進場 不要等到高了你再去追 越是恐慌啊 有沒有 越是恐慌越要勇敢進場 帶著鋼盔往前衝就對了 早上 我還跟大家分享 來 如果你不知道早上 的賺報怎麼看 來我們這邊 來你加我來 你加我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下面有很多的功能鍵 功能鍵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最新的賺報 我每天早上的早報 都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看一下啊 10月24號早報 你這樣點開來是不是就看到了 區間震盪嘛 逢低進場嘛 要什麼 要趁恐慌的時候要勇敢 趁恐慌的時候要勇敢 帶著鋼盔往前衝 是不是剛跟大家分享的 都在這邊嘛 那當然呢 我不是只有這樣子跟大家分享 我們其實啊 每天早上都很用心 幫大家整理很多國際股市的資訊啊 大盤的解析啊 我從美債到尾巴戰爭到產業 用電量 都幫大家整理出來了 這麼辛苦 每天幫大家整理那麼多資料 難道 你還能不加入嗎 你如果不加入我們的LINE的話 你真的會措施很多重要的訊息 所以我們的LINE先加一下 還沒加的 打開手機詳細掃描 這QR Code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LINE 或者是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當然我們說啊 你分析啊 如果只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你一定會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其實台股出現轉折的三大關鍵 是什麼 是什麼 第一個 大家最擔心的尾巴戰爭 尾巴戰爭說真的 以色列這麼大 那個巴勒斯坦在加薩走廊那邊的 巴勒斯坦人 就是哈馬斯組織控制的那個地方 只有小小一點點而已 那這麼小小一點點這樣打起來 說真的 以色列是佔絕對性的優勢 這真的要打起來 那邊啊 可能就 根本就打不贏 那市場在擔心的是什麼 市場擔心的是 會引發阿拉伯世界全面性的戰爭 那挺哈馬斯最大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伊朗阿 那你會發現伊朗到現在為止都是嘴巴講講而已 嘴巴一直講 但是有沒有出兵 都沒有 我告訴大家 伊朗根本就不會出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色列最大的攻擊就是伊朗 伊朗在什麼時候 在15號 15號 現在已經24號了 15號就下了最最後的通牒說 以色列要停止攻擊加薩 結果呢 以色列停了嗎 沒有欸 沒有停 結果他繼續打繼續打 不理你伊朗 就幾個小時後 伊朗 他的聯合國代表團就 就放軟了 語氣啊 就說 向四人保證 除非以色列攻擊 除非以色列攻擊伊朗 的利益或公民 也就是說 以色列只要不打伊朗 伊朗就不會出兵 伊朗不會出兵 那阿拉伯世界就不會有大混戰 那也就是說 這場戰爭根本就打不久 對原油的影響也不大 所以我們每天跟大家分析說 國際原油的狀況 國際原油如果說阿拉伯世界要全面性的大戰 聯合上國際原油應該要向上噴爆了 但是有沒有 沒有啊 看起來如果你從技術面 剛剛是跟大家講政治面 你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缺口壓力啊 根本啊 就上不去啊 上不去之後 就要準備向下了 KD指標呢 也出現了高檔向下的死亡交叉 那也就是說 國際原油根本就 長不上去啊 在這麼大的利多之下 對原油來講 戰爭是利多吧 在這麼大的利多之下 原油都長不上去 你覺得後續還有機會繼續漲上去嗎 幾乎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那既然原油不會大漲 那通膨就是控制住囉 那通膨控制住了 為什麼美國還要升息呢 所以美國根本就不會升息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部分 我們看到最新的FD Watch 11月份升降息的機率 不升息的機率高達98.5 那12月呢 12月不升息的機率也高達74.7 所以就如同我們的預期 之前很多人在戰爭 很擔心戰爭的時候 我就已經領先跟大家預告了啦 FED美國根本就不會升息了 既然不會升息的話 那公債殖利率 利率就會開始往下降 大家看到沒有 最近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都是市場 太過什麼 太過於恐慌了 他就一直殺一直殺一直殺 殺到殖利率一直向上 那到昨天呢 就發現喔 有空頭部位啊 開始做回補了 這邊啊 這是避險基金的大亨啊 說他把那個債券的空頭部位回補了 因為 其實如果大家在技術分析有研究的話 有一個東西是做整肅關卡 那當美債殖利率碰到了5%這個整肅關卡之後呢 很多做空的就開始做什麼 做什麼 停利回補 那他們回補就是買 那買的話呢 開動公債的價格開始往上 公債價格往上的話 債券的殖利率就開始往下 那債券殖利率往下的話 對科技類股來講就是一大利多 所以昨天晚上 大家發現 欸 股市在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科技類股都不跌了 就是公債殖利率 開始幹嘛 在往下滑了 好所以呢 第一個 戰爭不會爆發 戰爭大規模的戰爭不會爆發了 再來第二個 國際原油 不會上漲 國際原油不會上漲的話 那個美國就不會升息 美國既然都不升息了 那你說對股市也沒有利 當然是有利啊 所以公債殖利率會持續的往下滑 再來第三個 我認為對台股來講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從 有民選總統以來 即使在96年 發生了台海飛彈危機 但是台股呢 在選前三個月都沒有崩盤 後續呢還一路的向上漲 所以選前 不會崩盤 他會上漲 再來呢 我們看到我們幫大家一路整理 從96年整理到2000年選前有沒有崩盤 沒有 2004年選前有沒有崩盤 沒有 2008年選前先跌一下 選舉的中間就開始漲起來了 然後 2012年呢 也是一樣啊 選前震盪選後 大漲 大噴 2016年呢 也是一樣啊 選前稍微跌一下 在選舉中選舉後 大噴出 2020年 哇 選前根本就是狂噴 狂噴啊 所以現在 距離選舉啊 真的不到三個月 1月16號 選舉不到三個月後我認為 根本啊 就是 不會跌 因為政府會積極的互盤 積極的互盤 就算國際股市大跌 我認為 台股啊 也會守在這低點附近 然後呢 隨著Q4 到了11月份 12月份 集團作帳 然後 集團作帳 還有投信作帳開始 就可能開始往上拉 再加上呢 選舉行情會吸引人進場 所以我認為台股啊 Q4 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行情 你要把握任何下跌進場的機會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看一下 10月24號 如果你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今天是不是破底 今天破底之後跌破了16250點 立刻向上拉回 我們講的區間都還是正確的 所以現在部分就是區間震盪 你就是要來回操作 口訣就是要死不活 你覺得它要跌的時候 記住 一定要做多 你覺得它要漲的時候 記住 可能要稍微做一些調節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AI股一樣啊 AI股說真的 每個老師啊 都要跟你講很多 但是真的會操作的 真的沒有幾個 我大概是唯一了吧 我大概是唯一跟你講怎麼做 而且實際上做給你看的老師 我們在8月底的時候 8月底的時候我就說 這些AI股震盪怎麼辦 我說區間震盪 就是來回操作 區間震盪就是來回操作啊 你看我們是不是有先出給你看 10月初的時候 碩天出廠 金像電 10月初的時候出廠 再來呢 偽創 10月4號出廠 廣達 10月4號出廠 全部都有訊息 那我們出廠是為了什麼 那資金你在高檔的時候出 你在第一檔是可以再買回來 對不對 這才叫做來回賺價差啊 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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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鍵來了 什麼時候是低 來什麼時候是低 不是隨便買黑啊 隨便看到黑就買 買黑買黑買黑 越買越黑 臉色也黑 通通都黑 好所以我們看好 偽創的部分 偽創那天啊 我們出廠之後 在10月18號出現了一根大跌 而且是爆大量的 那我為什麼沒有在這一根買黑買黑買黑 因為你會發現這一根買黑持續的 還是在往下跌 你這邊不管哪一個黑你進場買 都是往下跌的 為什麼我們沒進場 我跟大家解釋過的非常清楚 這個區間呢 本來是大概在 這邊的底部 這邊底部到110塊左右 結果呢 他這一根一跌 一根一跌 跌到什麼 快要跌破前破的底點 然後KD指標還在相對的高點 KD指標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呢 他後續啊 再跌的機率就很高 所以在這一個波段過程當中 我沒有帶我任何一個會員 進場去逢低承接偽創 那我知道很多老師在節目上啊 不得已啊 我一串卡住了 就買賣賣賣賣賣賣 我問大家 如果說 隨便看到黑看到跌就進場買 那你還需要這樣的分析師嗎 你當然是要精準掌握什麼 關鍵的轉折點 在進場去做買進 你說我們是什麼時候進場的 我們昨天 我們就在昨天我進場去買了偽創 我昨天進場買的 我昨天進場逢低去做承接 我之前賣你也看到了 我現在賣 你也看到了 昨天我只有昨天進場 我就是昨天進場 今天 有部分會員 在93附近 也是進場 再買進 然後呢 今天果然 就是收一根 漲多少 漲4% 你覺得 你要買黑這邊 這邊買黑 買黑一直無限制的進場 一直無限制的進場 還是跟我買在這邊 關鍵的轉折點 關鍵的轉折點 在這邊 對吧 今天 昨天一買進 今天是不是就賺4% 昨天買進 今天是不是賺4% 我們來看一下圖 昨天買進在93塊 這93塊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今天93塊還可以進場買 但我想 應該很多人不敢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要找我的原因 不是因為 我會給你安全帽 不是因為我給你安全帽 讓你進場 我會跟你講 詳細的 確實的好買點 對吧 所以你才需要我 你才需要我幫你來回賺價差 幫你降低了整體的成本 等待什麼 區間震盪 整理完畢 準備要創新高的時候 全力重壓 一波向上 整個全數大賺 這就是我們的規劃 而且我也照著我的規劃走 那為什麼我只講偽創 第一個偽創最多人有 第二個偽創會漲 其實技嘉廣達還有其他的AI股 其實都會漲 所以我就拿一個偽創來做代表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偽創上漲之後 技嘉也沒有上漲 技嘉也漲了3.3% 然後呢 廣達 廣達是不是也漲4% 也就是說你看到我買偽創 那你就可以 你手上有偽 你有廣達的你就加碼廣達 你有技嘉的你就加碼技嘉 今天 是不是全賺 因為他們連動性很強 再來部分 我說過 廣達、技嘉、偽創還有偽銀 這四檔股票 我在之前的節目一直跟大家講 我唯一檔 完全沒有賣 一直留 一直留 是哪一檔 唯影 唯影今天 有沒有漲停 唯影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唯影就漲停了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今天唯影一根 就是漲停 今天漲停了 懂不懂得漂亮 今天我們還在進場加碼 今天我看到盤中 在殺到最低點的時候 很多人很擔心 很害怕 我們就進場加碼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在尾盤的時候 跟我的會員朋友講什麼 我說 唯影今天果然 攻漲停 連今天較盡加碼的部分都賺錢了 連今天加碼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沒有加碼的話 我怎麼敢寫給我會員這樣的訊息 寫完之後我說繼續續報 恭喜會員今天 漲停 今天是不是漲停 今天是不是攻跟漲停 有沒有漂亮 AI股 我跟你講 我最堅持的 一檔股票 是哪一檔 就是唯影 你會發現 唯影明明營收這麼爛 因為他9月份的營收 是年減50% 他年減50% 結果廣達技嘉 偽創在大跌 在破跌的時候 唯影幾乎都是沒跌 這叫做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就是相對強勢 但是後續呢 就有機會持續的上漲 所以唯影 今天就一根漲停 今天有沒有在較勁加碼 有 有沒有看到今天唯影有沒有 我在6669唯影大漲8.5%的時候 我就預告了 今天要攻漲停 我今天有發給LINE 我發LINE給所有的好朋友 我也預告說 今天就是要攻漲停 今天攻漲停 果然今天就真的 從我預告開始 他就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的攻漲停 攻到最後 今天是不是還有機會 進場買進 那你又錯失了機會 那為什麼唯影我最看好呢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最近來講 高價股會有比價效應 因為信華跟四星 他們在增股 信華跟四星增股 就會帶動市場的焦點 就會放到高價股上面 高價股就會出現 比較像輪流輪流上漲 那高價股呢 當然就很多值得你留意 比如說信華、四星 還有什麼 我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翔碩 翔碩今天也是快要漲了半根 漲停板 走勢非常的強 在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這檔西字台股票 是哪一檔 就是N31 對不對 N31我們逢低布局 當天進場 當天就快要賺了一根漲停板 然後呢 就讓他持續的向上 讓子彈去飛 讓他獲利去放大 我們就不再加碼了 我們就看著他一路向上 第一檔布局 第一檔布局 這邊漲上去 你完全不用擔心 這邊震盪震盪又如何 怎麼樣 都是賺 今天有沒有繼續收紅 今天是不是也收紅 今天也是上漲 KD指標 又準備要向上翻揚 那這檔股票呢 基本面 每股盈餘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營收是不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有沒有真實的較勁 830附近 現在都差不多900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的 你要逢低進場 來回操作 市場唯一 全市場唯一 跟你講 區間震盪 來回照操作 說到做到的只有我 對吧 一堆人現在你手上廣達技家偽創 對不對 銀邦 對不對 銀廣 金像電 今天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有我 有辦法幫你 而且我實際上 還做給你看 所以呢 如果說你現在手上 AI股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呢 又不知道說現在在恐慌的時候 你不知道買什麼股票 那我們這邊呢 為了要幫助更多 投資的好朋友 我們特別在月底 今天月底了嘛 一月底了最後一個禮拜 特別推出一個 Q4史上最大的一個優惠 580專案 讓我幫你 我們呢 這專案內容就是啊 希望能幫助什麼 舊AI股 如果你手上有舊AI股 廣達技家偽創 銀廣 銀邦這些的 舊AI股還有金像電之類的 這些舊AI股 我會幫你來回專價差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舊AI股沒關係 你手上有的股票 我會幫你高低位階 互相交換 高的我幫你獲利了解 第一的 如果可以 我就幫你加買 如果不行 我就帶你去買 我認為有機會 起漲股票 比如說 像紅寶今天是不是就一根漲停 那我還能幫你什麼 幫你反市場心理操作啊 今天盤中的大跌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擔心 害怕 但是只有我呢 今天在狂買股票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今天跌不下去 今天 是一個非常好的進場機會 所以我會帶你什麼 精準 重壓 強勢類股 準備要噴出的股票 那比如說呢 你看今天的台光電 也表現得不錯啊 這都是舊的AI股 這些舊舊的AI股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的來找我吧 真的 我真的有辦法幫你來回操作 賺價差 等到它整理快要完畢的時候 我幫你全力重壓 一次 全部翻轉 大賺回來 那當然如果說呢 對於AI股已經有點恐慌 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我們一樣 我們說大盤 在下跌的時候 我帶你去找什麼 逆勢抗跌的股票 這些逆勢抗跌的股票 很有可能 就是下一波多頭的 強勢主流股 比如說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細光子類股 有沒有 細光子類股的部分 滑汛 兩根漲停 今天呢 今天收紅 我看準備要再創新高了 潛艇的部分 也講了 有沒有今天也是漲停 智勤的部分 也是逆勢抗跌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逆勢抗跌 結果今天 昨天 兩根漲停板 還有利台的部分 連續又兩根漲停板 有沒有看到 很多股票 等到漲停再去追 漲停再去追 就來不及了 來不及啊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卡位 你一定要提前進場去做卡位 趁 投信作帳 選舉行情正要啟動之前 反市場操作 等大家什麼 都很害怕的時候 我帶你進場 當大家很 很貪婪 想要進場去追股票的時候 我帶你 獲利了結 所以你錯過我們這檔蠻牛 這什麼 紅寶 大漲 一根漲停板 你又錯過了圍影的漲停 沒關係 我們580專案 特別推出了這一檔 還有小灰 這檔小灰的部分 我估計啊 兩天內應該就會噴出 兩天內就會噴出 它是雙11受惠股 雙11喔 快到了喔 有沒有 利多發佈之前 要提前進場 它是一個電競相關的一個產業 因為電競相關類股在雙11 就有機會上漲嘛 好所以你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也是一樣啊 缺口都支撐 最近台股在下跌 它完全沒有跌 基本面也幫你看得清楚了 營收穩定的創新高 獲利有虧轉盈 這種股票通常來講 最標 所以你錯過了微影漲停 錯過了紅寶漲停 關鍵轉折點來臨了 現在就是現在 太弱換獎就是現在 如果你錯過了那麼多股票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 史上Q4史上最大的優惠 580專案 你有舊舊的AI股 讓我來幫你 你有手上的股票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哪一些該換 哪一些該留 哪一些該加碼 我全數一次幫你解決 史上最大優惠專案只有3天 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去做布局的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無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 都是標準 我是何基鼎 超過20年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LINE